大家好 心事台观众 你们好 上一集谈到白内障 也提过现在有效 治白内障的方法是做手术 可能大家都会担心 一提起眼手术 有很多疑问及顾虑 现在想介绍给大家 一般白内障手术是怎样做的 现在的技术比以前二三十年前 改善了很多 现在做白内障手术是微创手术 一般过程是局部麻醉 很多时候不用打针 很多时候下麻醉若水若高 就已经完成了 做过程病人会躺在 然后医生会和病人消毒 然后做的过程整个都是微创的 做过程是怎样呢 就是技术在角膜开一个很小的伤口 然后用一些超声波 超声波语法技术 用超声波将眼中的白内障 做过程震散它 然后吸干净 最后借一个人工晶片 就看到了 整个过程一般 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完成了 做过程一般就不会有什么痛楚 那些感觉 最多比较多常见 会有少少轻微 脏脏的感觉 手术当然会有风险 但其实白内障手术 现在来说成功率是很高的 如果真的出现一些严重的病发症 例如做过程 白内障严重移位 清不干净的白内障 植入不到的人工晶片 又或者手术后出现一些 所谓的蜃蜃脱落 感染出血 其实整体的机会都很小 所以大家对于白内障手术 其实以现在的技术来说 就不需要太担心 好了 如果做白内障手术 究竟应该何时才做 是否真的听人说 不如熟了才做 因为现在白内障手术的技术 是一个微创 超声波乳化的技术 所以如果白内障太深 太硬 其实会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亦都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所以当白内障已经有一定程度 而已经影响着视力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进行白内障手术 白内障手术 亦都随着科技发展 其实现在如果做白内障手术 就不是纯粹只是医白内障 其实就可以医上闪光 医上老花也可以 为何这样说 因为刚才提过 如果我们做手术 就要植入一个人工晶片 这是一个人工晶片的模型 其实没有那么大 植入眼里面 其实那个晶片很小 这是一个人工晶片 一般常见的设计 中间就是一个负责矫视的晶片 旁边这两只就是一些脚 变成了在眼里面之后 这两只脚就会稳固了晶片在眼睛里面 从而达到一个改善视力的效果 随着视力的科技进步 现在这些晶片 其实就有些不同的选择 也医生需要根据病人的眼睛情况 他一般的生活习惯 他散光深不深等等 而决定适合製造什么人工晶片 因为要明白 现在简单来说 有三种人工晶片 一种叫做单焦晶片 单焦晶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光线经过晶片的时候 他会将光线聚焦在单一个焦点 所以很多时候製造完单焦晶片的话 人们看远会特别清 不过一看近 就会有一些所谓老花现象 就需要老花眼镜去帮助 这些叫做单焦晶片 第二种晶片 就是刚才提过一些所谓散光晶片 散光晶片就是 如果病人的眼睛本身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散光 如果单焦晶片手术后仍然有散光的话 其实病人看东西就不会很清 需要眼镜附助才会看得清 所以现在有些技术就是 如果病人有一定程度的散光 只需要借入一个散光的晶片 就可以同一时间减少散光 手术后视力的改善就会更加好 最后就是关于老花的问题 现在做白纳晶手术 其实是可以改善老花的 那些我们一般现在叫做多焦晶片 多焦晶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晶片的设计方面 光线经过晶片的时候 其实就会产生不同的焦点 一般来说 我们有一些叫做远近 就是双焦晶片 也有一些远中近三个焦点 叫做三焦晶片 因为有些病人本身 都会有些不喜欢戴眼镜 或者手术后 希望可以做完之后 连老花也改善 生活上一定会更方便 在适合的病人身上 如果用了多焦晶片 就可以达到改善老花的效果 不过留意 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 多焦晶片 其实就要视乎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多焦晶片本身 虽然可以减少依赖眼镜 但亦都有少少不好处 包括什么呢 製作多焦晶片的病人 他们晚上看街灯 车头灯 其实就会有少少光控 光环的现象 另外就是影像的质素 刚才提过单焦和多焦 如果说影像的质素 其实单焦的影像对比度会高些 而多焦晶片的对比度 稍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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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成熟 以及十分之有效治療白內障的微創手術 所以大家都聽到我有白內障 而又擔心白內障手術 其實只需要多問一點 你的眼科醫生了解多一點 其實很多顧慮都可以消除 抛 Katherine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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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